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我是Ada 日本防衛大臣濱田靜一 3月2日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透露 在未來10年內 日本將在全國新興建大約130座彈藥庫 來加強自衛隊的持續戰爭能力 濱田靜一表示 按照計劃 日本2023年著手在青森 著手在青森大分兩元的自衛隊設施內 新興建四座彈藥庫 在2027年前建造大約70座 到2033年前再建造60座 俄羅斯發動入侵烏克蘭戰爭後 中共對俄羅斯採取半明半暗的支持 同時加強對台灣的武力威脅 北韓也不斷炫耀它的核武能力 恐嚇南韓甚至美國 在這個背景下 美、日、韓和澳洲等加強了合作 來對抗朝鮮半島和亞太地區的不安全因素 對此 日本政府在2022年12月修改了防衛政策的基本方針 宣布將會擁有針對敵方的反擊力 並將軍費預算提高到GDP佔備的2% 新興建的彈藥庫就是增強反擊力的一環 在參議院會上 賓田提到2022年12月修改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 與防衛能力整備計劃 他說有必要確保和維持自衛隊充分的續戰能力 包括迅速擁有充足的彈藥 為此需要確保彈藥生產能力 以及與生產量匹配的彈藥庫 2022年9月6日 賓田在接受《日經新聞》專訪時表示 為了應付台灣海峽可能爆發的危機 日本需要加強在沖繩西 日本需要加強在沖繩琉球群島的燃料和彈藥存放設施 報導中指出 現階段日本自衛隊的彈藥儲備 在應付戰事狀態時最多能夠維持2個月 其中70%的彈藥 存放在距離台灣2,000公里遠的北海道 臨近台灣西南部的九州和沖繩 只是儲備了10% 按照現時的情況 是難以對台灣有事作出有效的應付 賓田當時明確指出 為了完全履行防衛職責 確保彈藥的儲備也非常重要 不僅需要裝備飛機、艦艇等實力 還需要充足的彈藥 因此必須由根本上加強防衛力 包括持續性和機動性能力等 日本前自衛隊參謀長何野克進 2月9日在日本福江市舉行的九州政論交流會 發表了以未來日本的安全保障和課題為題的演講 何野克進強調 如果台灣有事 在美中對抗之中 就會圍繞第一島鏈的台灣、菲律賓 以及日本的西南島嶼展開 日本的西南島嶼將會成爭奪的關鍵地帶 因此它呼籲加強日本的防禦力 何野說日本已經在燕尾大島、石環島和宮古島 部署了導彈部隊 美國海軍陸戰隊也已經在這些島嶼上部署 制定了攻擊中共海軍的戰略 對中共來說 與美國對抗對日本西南的島嶼也志在必得 因為奪得這些島嶼 既能防禦又能自由出入太平洋 而對日本來說 絕對不能讓中共軍隊得手 2022年12月16日 日本政府修改了防衛政策的基本方針 國家安全保障戰略 以及相關的三份保安文件 作出重大防禦轉變 宣告將會擁有針對敵方的反擊能力 包括打擊對方國家的導彈發射基地等 另外還宣布在2027年度之前 將防衛預算對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佔比 由原來的1%提升至2% 日本共同社2022年底引述政府官員的講話 表示除了具備反擊能力之外 還明確提到要增加國產遠程導彈的生產 以及購買外國導彈 官員在講話中強調 實際實施的時候將會與美國合作 對台灣海峽的和平和穩定很重要 資深政論家石山3月2日向大紀元表示 日本在印太區域內的角色極為重要 中共十幾年前外交轉向 由防守變成全面進攻 日本首當其衝 錢安倍政府看得遠 提出印太架構 之後演化成為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 功不可沒 石山認為圍堵中共第一線在台海 台灣守不住 將會形成一個戰略大失敗 正是基於這種判斷 才有日本提升軍備的現實 台灣有事如何應付 沒有軍事準備 一切都是只說 在北韓方面 金正恩政權不斷發起核挑釁 目標不僅是南韓 而且直接威脅日本和美國 2月18日 北韓發射的洲際彈道導彈ICBM 落在日本專屬經濟區 飛行距離900公里 防衛大臣賓田正一表示 根據飛行軌道計算 射程可能超過14,000公里 覆蓋美國前景 日本前駐韓大使 武藤正敏2月28日 在JP Press政論網站文表示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 國際社會分歧加深 在中俄的庇護下 北韓發射導彈的環境 變得更容易 近期北韓不僅對韓美 展開軍事反擊力 還透露出先法制人的施壓意味 武藤認為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 中共、俄羅斯和北韓之間的結盟 變得更鞏固 已經成為軸心對抗國際社會的壓力 另一方面 北韓發射洲際彈道導彈之後 美日韓四天之後 很快就作出回應 2月22日 美日韓在朝鮮半島東部水域 舉行彈道導彈防禦演習 美軍印太司令部表示 這次演習 目的是 加強我們聯合軍力的互相操作性 並且展示出 和日韓盟友三邊關係的力量 在中俄 結成軸心的同時 日本和北約的關係也走近 1月31日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騰貝格訪問日本 和岸田文雄首相舉行會談 在會談中 岸田首相宣布 日本計劃在北約開設一個代表處 在會談之後的聯合記者會上 岸田表示 歡迎北約加強對印太地區的關注和參與 兩人還扣認了 推行緊密的溝通和協調機制 例如接納日本定期參加北約理事會會議 以及參謀長會議等事宜 岸田和斯托爾騰貝格的聯合聲明指出 印太地區正面臨著來自中共的威脅行動 以及北韓的挑釁行為等種種不斷升級的挑戰 此外聲明還表示 俄羅斯在烏克蘭的野蠻入侵 不僅是歐洲的危機 而是對全球秩序的挑戰 雙方認識到 大西洋和印太地區的安全保障 是密切相關的 以上節目內容 是取材至本台記者趙斌的綜合報導 今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記得按讚、訂閱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 好看 我們下集中 我們下集中 有沒有兩千萬元 還有一千萬元 我們下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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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中